本节目由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编辑老师赞助播出 一说起拉斯维加斯 你脑海中的画面可能就是一个字 但是根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定律 早在1967年 拉斯维加斯就举办了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 简称CES 说通俗点就是世界村的高科技感激显摇大会呗 身为专业的车评人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北京时间1月9日开幕的第52届CES上跳舞的妹子 身为专业的车评人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在CES上的几项汽车技术 奇亚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研发的情感自适应驾驶系统READ 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可以通过生物识别技术分析你的情绪 自动驾驶 通过AR头显和仿真坐舱结合的无形可视化技术 投影出了虚拟立体的导航 路口情况 能见度 道路标识 识人信息等等 而这些功能则是由日产汽车的全项感知技术和无缝自动出行技术推动实现 前者更像是未来车联网所有区域内车辆信息共享 使者通过数据分析道路情况 除此之外 座椅上也安装了传感器 可以感知乘客的身体状况 比如你是不是又饿了 不过对于那些不管饱饿都想嚼点什么的人来说 这功能 鸡肋 此外 日产凌风Eplus版正式发布 虽然还不能开两波 不过就外观而言 嗯 我们还是去看看本田吧 本田在CES上主攻无线充电技术 只要把车辆停在电片之上就能够充放电 和传统充电相比 还多了一个无线放电的功能 并且还计划与美国企业YTRACE进行共同研究一套停车场充电系统 这种停车场普及了 电动车销量还能稍微提高点 有这样一辆车 它曾经 历时九天 航川全美5500公里大路 凭借99%的完全自动驾驶 让技术提供者德尔夫名声大道 在今年CES上 德尔夫与Mobile展示了双方共同开发的 中央传感定位与规划 CSLP自动驾驶 并邀请现场数百人试作无人驾驶的奥迪车 进行10公里崎渠和隧道试驾体验 还计划在2019年对该系统实现量差 不过所长觉得这个技术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况来说还需要适应一下 最后这个就有点意思 来自澳大利亚的科技公司AEV Robotics带来了最个性的东西 模块化车辆系统MVS 它的基础是一款纯电动的轻量化配备电池轮毂电机和四轮转向功能 在这个底盘的基础上 客户可以对车身进行特殊定制 这就像小时候看四驱兄弟 Mobileman就换个风足小的车 而它的定位是人类出行和货运创意优秀 不过在性价比上货运估计比不了叉车和金杯了 以上就是在CES上的几项汽车技术 当然还有打乒乓球的机器人 跳舞的妹子 国产机器人 全新技术的机械键盘 还有等等 看到这个键盘 所长感到非常心理 这么大肯定不会各推 不知道你们喜欢啥 反正所长要结束本期栏目 去研究那个跳舞的 不是 研究那个跪着不腾的大号键盘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